虽然没有大腕参与 但讲述了小人物生活的电影《地下乡》 还是在威尼斯电影节上 斩获了影评人最佳影片大奖 也带来更多的机会 我觉得慢慢的发展成熟了 我觉得会给更大的多样化的类型片 会带来一些机会 各大国际电影节的邀约也分支他来 还有福山电影节 然后芝加哥电影节 还有什么西班 巴西 圣保罗 波罗 波罗 波兰 华沙 西班牙